女儿力挺范志毅,现在社会听风就是与了人太多。 昨晚,深夸官方发布公告,暂停范志毅预备队主帅职务,其原因为范志毅在预备队比赛中,对裁判有不理智行为。 而今天,范志毅女儿在微博发文力挺父亲,ad范思经范志毅女儿范思经在微博上写道, 现在这个社会听风就是与了人太多太多,也不必计较,因为他们原本就吃了没有文化的亏,同样也不会有情节带入,话从嘴里说出来的时候就像自己在旁边,和别人说,的时候好像又和当事人很熟,那真是不好意思,请问你是什么东西,你知道事情经过吗? 所以真是希望爱逼逼的人,人生路永远一帆风顺,千万别和人有矛盾,哪怕遇到错的人合适,因为您评价别人的同时,请做好自己,最可悲的是看事情只能看到别人想给你看的。 在昨天进行的申花与上岗的预备队比赛中,申花与备队主帅范志毅与裁判发生了冲突,申花俱乐部也对此事件进行了处理,而在此之前,范志毅也对该冲突进行了回应,他表示当职裁判在场上胡吹,影响了队员的踢球积极性。